东京奥运将在本周五开幕 却屡屡传出确诊消息 至今东奥确定感染的案例 目前是已经累积达到了61例 而美国代表团当中 也已经有三位的女选手确诊退赛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东京奥运开幕在即 全世界一万一千名运动员 正陆续入境日本 但在新冠疫情笼罩之下 无论场内的运动员或场外工作人员 与队职员都承受了额外压力 与奥运相关的感染个案也陆续出现 美国媒体报道到19日为止 东京奥运相关人员 包括领友证件的队职员和工作人员 已有61人确诊 其中33人是在地的日方人员 28人来自各国代表团 媒体推估各国选手确诊案例 还会再更多 美国代表团当中 17岁的女网欣欣高夫 体操队的华裔替补选手 二克和女子直篮 WNBA球星 塞缪尔森等近三人 近日都因为染疫 失去了本届奥运上场比赛的机会 其中 18岁的体操选手二克 是在以完全接种疫苗的状况下 被验出是突破性的感染者 他是无症状感染者 与另一名替补选手 正在东京隔离 准备在隔离之后 凡美选手接二连三 验出阳性 不只影响个人赛事 对奥运登场也投下阴影 据了解 东奥规定 被隔离者必须单独搬进其他房间 使用其他训练场所 单独用餐 搭乘限定车辆 不过即便是密切接触者 只要在上场前的6小时 检测阴性 就还是有机会回到赛场 中天中望 这里报导 你有没有 没有 你要 我 不要